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欢迎来到赵老师一米书法课堂 那这期视频呢,要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横折和横折钩的写法 这两个笔画,你看它都在转折 其实这两个笔画,你要想写好看的话,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因为很多人,他写折笔的时候啊,不会写顿笔 不会顿笔,导致很多人他写这个横折的时候,就感觉很没有力量 就这样直接这么折过来了,不知道怎么顿笔 不知道怎样能把它写得方正有力 那你看哈,我们转折处到底应该怎么写呢 大家来看一下,有的时候我一说顿笔啊 好多同学就写成这样了 比如说你看,我们画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比如说一说顿笔,他就这样卡一下,中间多出来一块 好多同学就变成这样了 比如说你看,横往右先顿,你看好多同学一说顿笔就变成这样了 这样写的话,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中间那么多了一块,是不是 这样肯定就不好看了,它就不像是一个横一竖连接的了 多这么一块,就感觉好像三条线一样 你看,横,再来一个一处折,然后再来一处折 一处折笔就感觉好像是三个笔画连接在一起一样 那就不好看啊,感觉尤其是有同学写口的时候特别夸张 你看,比如说有同学写口,他顿笔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 大家看一下,它不像一个四边形,有点像一个五边形了 所以你看这个折笔处啊,顿笔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折笔到底是怎么样折的 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横与竖,它之间是中间是因为应该不应该这样断开的 比如说你看你这个顿笔往下顿了,没错,但是这里不能多出一块 它应该是直接这么下来的 应该是这样直接下来的,而不是说中间这么多出来一块啊 你看我们怎么样能直接下来,大家来看一下 看好了,你看往右下顿,好,微微往右上倾斜 然后往右下顿,按压,是不是啊 然后呢,你这里往右下顿的动作要小,不要顿太大 然后回到你顿笔的中间,和这个横接上去 和这个横接上去,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这样压下来,大家来看一下 和这个横是不应该断开的 我们再演示一下啊,这个还不明显,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横,往右上抗间,往右下顿,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然后,你看这个折笔处 哎,它和这个横,你顿的时候,它和这个横,它就不会断开 你一定不能和这个横这样断开 比如说你这样卡一下,哎,多出那么一块,这样是不对的啊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你看这个横折 哎,往右下顿,微微往右上抗间 往右下顿,动作要小,好,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哎,然后和这个横接上去之后,你看 哎,折过来,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这样写的话,你看这个顿笔 它就显得方正有力,特别有力量 哎,这个折笔是这么写出来的啊 那我们把这个横折够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这个横折够其实一个道理啊 你看往右下顿,微微往右上抗间 好,往右下按压,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好,方折下来 然后出钩,哎,钩要短小有力 哎,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你看看,横 往右下顿 哎,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方折这样直接下来,好 然后出钩 哎,看清楚没有 你看这个转折的地方 哎,你看看,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你看,横 好,往右下按压,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然后垂直下来,好 哎,你看这样的话,你看,折笔就显得特别有力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带横折和横折够的生字啊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口字啊 带横折的 大家来看一下,你看 其实这个口字啊,不是很容易写 很多人他就这个口写不好 你看,竖往里收,然后横 接上去,微往右上抗间,往右下顿 好,回到你顿笔的中间,往里内收 哎,你看这个横折 转折,住往右下按压,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往里内收,最后横给它堵上去 你看,哎,出一点点头,往下压,就可以了 哎,这是口字,你看这个转折处 一定要给它处理好 我们把这个口字啊,再来演示一遍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哎,竖 往里内收,然后你看横 接上去之后,往右上抬 往右下顿,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然后往里,哎,收 折过来之后往里收 然后最后横给它堵上去 好,往右下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哎,这是口字 好,我们再来一个啊,横折 带横折钩的 哎,比较常见的,你看 比如说习,学习的习,横 往右上抗间,往右下顿 好,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垂直向下,然后 哎,出钩 你看,折笔处一定要方正有力 然后和这个横,这个横要短一些 和这个横对齐的位置 然后点,有轻道重,然后提 哎,稍微往外来一点 这是习,学习的习字 好,我们再来一个啊 利,我们来给大家写个例子 你看,横,往右上抗你 往右下顿,好 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往里,内收 然后出钩 哎,然后呢,撇 注意这个撇,不要往下伸展的太长 撇要比这个钩呢,越高一些 这是例子的写法,大家来看一下 哎,这个撇要比这个勾略高一些 勾是整个字的支撑点 你看这个转折处 哎,一定要给它写好它 折笔处,你看,往右下顿,按压 然后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和这个横接上去之后 再往下走 好,我们再来演示一个啊 再来演示一个带横折的书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横,往右上抗你 往右下顿,好 往里内收 哎,这个横折你就不要给它写太快 然后往右下顿 横 再往右下顿 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好,往里内收 横折够 然后选帧数往右下顿 垂直下来 点靠上写 哎,这是数字的写法 大家来看一下 哎,这个就是带横折的一个笔画啊 那我们来看看 你看,这个数字转折处有两个转折 哎,折笔处一定注意它的顿笔啊 千万不要这样 哎,多出来一块 这样你都不对啊 也不能这样直接过去 你直接过去 这个笔画就显得没有力量啊 好,我们这期视频 关于这个横折和横折勾呢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了 那你有没有学会呢 谢谢大家